大家好,我是信領科技有行公司的Brian 又到一年一度的落寧科技博覽奇高峰會 因應今年的疫情,公司已經預先將所有展覽產品 噴了一層防菌的光宗煤塗層,令大家參觀的時候更加安心 首先帶大家看看今年的產品 我們有照顧者方案、護理方案 我們在這邊引入了新的產品,是人體活動的測量方案 後面亦有互動遊戲方案 在軟方方面,我們亦有智能護腦軟舍的方案 我交給下一位同事 剛才同事提過的智能護腦軟方案 現在還有一些新的器材不需要插電線 在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例如廁所、廚房 都可以安得到,會較為方便些 看回IoT 方面 現在新的IoT 方案 我們甚至可以遙控一些儀器 好像我們這部Panasonic GI Inno 殺菌除臭機 亦都可以在疫情方面幫助大家軟有的健康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亦都有一些比較方便的 IT 方案 可以幫助軟有的健康管理 甚至乎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叫Telemedicine solution 例如探病,甚至遙距去看醫生 亦都可以幫助大家 最後我們可以看看這部RFID的器材 好像每年都有RFID 這個RFID有甚麼不同呢 其實現在我們加了IoT的元素 除了RFID之外 我們反應或後面的Program Logic 做甚麼反應 幫助大家軟有的管理 其實這個都可以做到很多事 好,我們交給下一位同事再研究一下 來到最後一部份 我們要保留Panasonic一直以來的皇牌產品 看到左邊這一邊有不同的浴室器具 希望透過不同的設計和科技 令使用者得到舒適 而且有安全的目玉體驗 維持舒適的概念 大家可以來到我右邊 看到一張Relax Share電動自樂儀 這張椅是希望透過不同的Therapy 例如Rocking、Music 令用家的情緒得以舒緩 有興趣的朋友快點來試試吧